我覺得歐洲的領袖 尤其是歐盟 我看歐盟的發展 歐洲領袖他們 他們也是 就孔子的所謂聖之使者 聖之使者就是看時機 他要等一個好的時機 那他們的目的都是想要 用這個好的時機 促進歐盟的整合合作深化 他不是想要把歐盟的整合瓦解掉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 像過去冷戰結束的時候 歐洲也是大辯論 說要不要把東歐吃下來 因為那花很多錢 不容易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他們那個時候 整個歐盟的主流國家的意見說 吃擴大 歐盟趕快擴大把那個西歐盟吃下來 那他們是做到 事實上歷史上證明 他們當時的時機是掌握對的 可是這次俄物戰爭來講 戰爭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轉捩點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歐盟的領袖 他們也在做一個抉擇 就是說我要怎麼做 我想他的最後的目的都希望借這個事件來進一步強化歐盟的團結 還有整合的深度 他們最難的是什麼是外交跟防衛政策 安全外交防衛整合是始終是歐盟最慢的一塊 經濟整合都很快都很容易 就是這塊最難 因為它象徵主權 會員國最後一塊主權勝敵 就是我的外交權跟我的國防 還有它被美國操作很深啊 北約基本上就是美國在操控的 它本來歐盟是想要把 歐盟這塊安全跟外交整合到最後 去取代北約的價值 可是這個不太容易 因為第一個 尤其國防要花錢 這些國家一成平就不想花錢 那就是說美國是願意投資的 然後美國這個整個北約 它是一個長期留下來的一個軍事合作的一個體 它不是只有北約第五條共同攻守 它是軍隊之間怎麼合作 軍隊不同語文 不同武器體系 不同這個戰略思想方針的部隊怎麼聯合作戰 然後會停一個國家的 所以它就不斷在演習 那它是最有成效 它可以整合很多國家部隊一起打一個仗 那這是很不容易的 那北約一直在做這個 那歐盟沒有這個傳統 所以歐盟就很想接收北約的資產 可是沒有成功 那可是歐盟過去這些年啊 我認為他們已經忘記創業維艱 就整合很難 這些你要去整合那些困難的部分都很難 那我認為歐洲很多領袖啊 這一次是有一點點判斷錯誤 因為認為俄烏戰爭是加深它整合的 整合哪一塊 共同防衛跟外交政策 你說惹一個外敵嗎 對 正好有一個外敵 它用這個機會來好好把這個國家整合起來 結果搞錯了 搞錯了以後就變成今天歐洲的慘狀 歐盟我認為這個從來他70年的歷史 第一次面臨瓦解的危機 他現在昨天歐盟卡的第一槍嘛 就是匈牙利的總理邀請普丁直接到布達佩斯 看國慶煙火順便簽了一個月 你想想看在歐盟完全結合起來要抵制俄羅斯後 一個成員直接把普丁邀到他的國家來 你想想看這不是打響劣解歐盟的第一槍嗎 這是打響歐盟劣解的第一槍 我認為這個歐盟如果沒有好好處理的話 他會繼續這個好 這個像一個骨牌一樣會把歐盟劣解掉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 就是說我覺得在俄烏戰爭一開始 歐洲領袖頭面人物這些大國領 犯了一個怎麼講大頭陣 他認為他整合的機會又來了 那要團結歐洲怎麼樣 歐盟因為共同的外敵 大家在外交上在防衛上 建立一個更堅固的同盟 他想來整合這一塊 歐盟就是一塊一塊的整合 最難的這一塊他想接這個機會來整合 結果失敗了 以前他們遇到這種危機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領袖比較有智慧 遠見 他們一定開一個會 開會最後做成的結論是什麼 這件事情大家會員國自己自行決定 我沒有共同政策 這個看起來說是很不夠進取 可是實際上是維持這個聯盟最好的一個做法選擇 比如說當時打伊拉克戰爭 美國有很多好盟友 法國人不喜歡美國 法國人就說我不贊成 我們歐盟不能跟他戰一口 上北約去 那英國是跟著美國人走的 英國就是我們跟美國 那如果要開會要搞一個共同政策的話 歐盟內部立刻就分裂 那你走這邊我走這邊 大家就分道揚鑣了 關注一個美國的因素 你就會分道揚鑣 那所以當時他們過去有幾次類似的危機的時候 歐盟的領導人都很有銳智 他說我們趕快開會 這件事情會對我有一個長遠深入 對歐盟絕對是一個非常深遠影響的一個事件 外部已發生了 趕快開會 開會以後做出來決定 過去通通是一個答案 就說這件事情 no common policy 我們沒有共同政策 然後呢 會員國自己去幹 你愛怎麼幹 你要制裁俄羅斯你就制裁 你要跟他 你要出兵他 那你家的事 反正就是自己去 自己去 那這次歐盟沒走這條路 歐盟過度相信自己整合的成效以後 想要藉這個機會來整合他外交跟防衛政策的時候 他就搞成今天這個結局 可是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很難理解的事情 就是一個大災問要請教杰大使 他是能源危機 他不是說什麼 因為這個在戰場上面 然後呢出現了一個什麼 戰況上面的變數 哇這個突然有什麼 俄羅斯人用了什麼成平奇蹟 一下子把這個戰況逆轉 不是 他是能源危機 能源就是你 你早就知道我的天然氣是俄羅斯供應的 我每年需要從俄羅斯那邊取得多少天然氣 或多少糧食或多少大宗物資 這些都是你心知肚明 你手上有報表 你有過去那麼多的紀錄 那你怎麼會不知道你自己的咽喉 被普丁掐在脖子上面 你還要走這條路呢 我也常常在想這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裡面就變成政治人物 越來越堵的問題 他們可能沒有想到這場戰爭會打到半年以上 就是說他可能認為 應該到一個 到一個到一個有一個停損點會停下來 然後也許有人認為說 連美國都出手了 連那個 那個這個 這個貨幣交換機是要租出去了 把財產都凍結了 俄羅斯可能是 這一次是難逃一劫啊 那可能就賭下去了 沒想到 普丁 很硬啊 就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簡單的人物 那他是誤判說 用金融戰爭可以打贏這些實際的大眾物資嗎 我覺得他們是誤判 對啊 這讓全世界都很示範 這回到一個經濟學原理 那些金融的那些項目 跟實際的物資 人還是要靠物資可以活 人可以不操作金融 那物資才能活啊 對啊 這次其實 這次證明 這次戰爭就證明了 有些國家你不要惹他 你打不贏他 他打回實際時代都還可以活 對 他第一個能源糧食 他自給自足 對 這國家國土廣貌 對不對 然後軍事力量囤積又很強 對 這種國家你惹不起他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有關鍵的物資 你剛需的物資是仰賴這個國家 你最好也不要去惹他 他出手你也受不了 8月 7月給你搞一個 搞一個維修管道 就讓你歐洲 跳腳了 跳腳了 8月再來一次 我認為普丁的這種做法 9月10月11月20日 每月一次 而且當時沒那麼急迫 現在是天氣真的轉涼了 轉涼了 而且他們我覺得俄羅斯 基本上一定要 歐洲人要付出代價 普丁想我這合理啊 我的俄國士兵 暫時殺傷這麼多人 因為歐洲人沒責任嘛 我不用一種方法報復的話 我怎麼面對我江東富老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歐盟這個冬天會過得很刻骨銘心啊 我心裡會啥呢